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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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跟着掉头就不断跌 又掉头到升 情况就是这样的 即是说低位是有支持力的 很强的支持力 不只是支持力就是回升的动力 一开始无奈就见到淡优将蚀侧低 试一试对手的最后防线 怎料那些好友在低位跌得差不多就掉头上去 这个我看过两个交易 我们今天来看恒生指数期货 因为最具启示性的期货 最近这两个交易日 都是在低位有力升上来的 例如像昨天那样 下来 上回来 不过昨天收市前 下午又再跌过 今天就不是了 今天跌了下来 反过来就锁上去 虽然到最后还是这个阴烛 这个模式可否继续运动呢 由明天会否继续是高位 高的上又又高位 低位 高的上又又高位 即即是直市一浪 高一浪 明天大家就会知道了 在这一张的阴阳烛日线图上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虽然依然是全面利淡的 但价位是在五天平均线上收市 而五天平均线的跌势亦停顿了 有改善的迹象 我们看看 站不站在这个低位上 如果站在上面 就由这里 量度到这里的 0.382 倍 0.5 倍 0.618 倍的量度升幅目标 当然要站在这个高位上 今天淡上来 恒生指数期货 这是现月份的成交量略为增加 这是一个好事的 而 OBB 在低位亦有点想回升的迹象 至于 DMI 辅助分析指标 暂时依然是利淡的 今天是阴烛历的 这个高位是16522 第二 站不到在上边暂时 这个低位就是16927 今天收市位是16880 16880 那就是 是不是16880 先看看 16880 今天收市位是16880 这个高位是 我说错了 高位不是16522 高位是17037 17037阻力 下面的阻力就是这个 16927 OK 这样看了 另外看看指标 指标是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RSI 转好了 两条线还低于50% 不过还有五天平均线 SCC 发出了买入讯号 因为%k 升普%d 在超卖区里面 应该说是飘卖区里面 那MACD 还未 差点 发出红约买入讯号 所以讯号是2号 3弹 形势依然是偏弹的 短期呢 要等MACD 转好了 才可以做好 但是超短线已经可以了 跟小事图做 教大家的方法很多次 不再重复 如果这个拉 阻力线 如果你说 延续图 如果用这个高位 和这个高位拉 阻力线就是这里 如果用这个高位和这个高位拉 三条阻力线 看一看 去哪三个 三条都能去不去得了 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 这里有个下跌列头 有两个下跌列头 分别是 17480-17713 以及17906-17975 那是报不报得了 如果形势再转好些 譬如包括MACD 都发出红红买入讯号 我们可以这样的 我们可以 看看 由 这个高位拉 高位是多少 18205 跌到这个 由18205跌到这个 16321 0.382倍 0.5倍 0.618倍量度升高目标 读一次 读一次 记住 17041 17263 17485 这就是恒生指数期货 就是 短期的 如果能够再升的话 明天 继续上升的话 令到很有信心增强 它的再升目标 就能够再订 前方 是 继续上出来 我们8千万 就是 确认 想 才更 4 简直 你 感谢观看